欢迎收看凡人游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见客户 可能也习惯了比较商务 我是目前离异状态 我和孩子的妈妈 是在一个饭局上认识的 从认识到领证不到一个月 其实我当时把一是没有考虑太多 二是家里逼得及 三是有朋友在酒局上吃喝起哄 气氛轰到这儿了 做了一个也算是个不理智的行动 但是也谈不到后悔 只能说后期交往当中 性格三观 就不合 就是成庆的女人的火爆脾气 典型的那种 她应该属于典型之罪吧 举不出 对待老人的态度 有这个暴力或者自残的倾向 怎么快 可能会隔腕啊 喝药啊 这些都 从一见钟起应到遗憾分开 这段赏婚的经历让男嘉宾疲惫不堪 那么重新开始新生活的她 到底又想遇见怎样的另一半呢 我理想状态的另一半啊 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标准要求 比方说什么长得多漂亮啊 什么身材 什么颜值 其实没有 我不想因为一点点的事情 就无休止地吵来吵去那样的 我只想找一个 能一起说说话 聊聊天 其实人来到世界走一遭嘛 无非就是看花开花落 看夕阳 看清晨 我想的就是平平淡淡的 有一个人能说说话 聊聊天 安安静静地 平平淡淡地走下去 男嘉宾的择舞要求 性格温和 不爱吵架 看相处的感觉 根据男嘉宾的择舞要求 编导为她匹配了一位 同样优秀的女嘉宾 她又是否会成为 陪男嘉宾看花开花落的 那个人呢 其实呢 两位女性呢 坐在那个场椅上 也休息了一段时间了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你觉得两位当中 可能谁会更有演员一点 演员啊 还没好意思看 幸运颜色嘛 黑色 幸运颜色是黑色 我以为你要选红色的 那你过去跟两位认识一下 也看一看 是不是黑色的衣服的女嘉宾 你可以上去跟她打个招呼认识一下 美女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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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幸运颜色是黑色 你是女嘉宾 对 是的 我才对了 好 来来来 大家好 我叫文霄 今年32岁 从事的话是互联网 本期交友女嘉宾 文霄年龄32岁 身高1米60 职业淘宝店主 月收入5000元 婚姻状况未婚 女嘉宾在不久之前 曾经来到过凡人游戏 想要寻找到 有共同爱好的另一半 虽然女嘉宾和当天的男嘉宾 相谈甚欢 但最终还是没能牵手成功 上一次呢 因为我的个人规划 和男嘉宾的个人规划 有一些冲突 所以不合适在一起 希望这次能遇到合适的缘分 现在的话 我希望遇见一个个人规划 比较清晰明确 还是希望她性格好一点 温柔一点 关于未婚还是离异 我都不是很在意 我比较看重的是她的个人能力 女嘉宾的择呼要求 有视野心 个人能力强 对未来有清晰的规划 性格温柔 男嘉宾 健稳定 性格沉稳踏实 符合了女嘉宾的要求 女嘉宾成熟温柔 也达到了男嘉宾的标准 两人初识匹配指数 百分之八十 那刚刚你们也互相认识了 女嘉宾姓文 大哥呢 姓米 第一眼见到女嘉宾的时候 很小 比我想象的还要小 说心里话 我也有点忐忑 也没有太仔细看 也没好意思仔细看 你知道她刚刚是怎么能够猜对你是女嘉宾的吗 不知道 她说她的幸运颜色是黑色 然后呢 你穿的是她的 所以这可能也是一种缘分 结果你们俩都穿的是黑色 我看见男嘉宾的第一 上次她还是比较的稳重 成熟 不过呢 米大哥 他之所以幸运颜色是黑色 而且他生活当中 几乎所有的衣服可能也都是深色的 黑白为主 首先第一 你可以说她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 第二呢 因为她自己性格呢 也非常的沉稳 那我想问一下小文的性格 我性格相对来说 可能不是那么好 不是那么好 我是一个看上去脾气很好的人 看上去也很温柔 但实际上性格比较倔吧 遇到问题的时候不容易低头 也不要跟我讲道理 讲女孩子讲道理是讲不通的 那问一下亲友团呢 在你看来 就是你闺蜜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 跟衣服的颜色的性格一样的呢 还是说是相反的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温柔 很会照顾人的 亲友团正在介绍女嘉宾的性格 但另一边的男嘉宾 却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毕大哥我看刚刚你一直东张西望 是有人在关注着你吗 这说来尴尬 我在这上过班 这里面有起码几十上百号的同事 多少我觉得有些尴尬 你怕他们看到你 在这拍电视相亲 感觉是不自然的 多好啊 你看你们那么多同事重新看到你 老同事相亲本来就奉外想念 然后人家看你还和两位美女在一起 又嫉妒又羡慕 挺荣幸 但是回到刚才您说的 我的性格 有些觉得尴尬 那你接下来想怎么安排呢 那就找一个喝咖啡的地方 或者吃饭的地方 所以来再深入地了解 初次见面 男嘉宾的举动 女嘉宾和亲友团全都看在眼里 那么这会影响女嘉宾对她的初印象吗 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有点奇怪 我觉得这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她为什么要躲闪呢 是这附近就是可能有什么 说不定真有前女友呢 我也在那个前面两个 我那个公司上班嘛 我觉得就是大家看到了就看到了嘛 无所谓 这人太奇怪了 她太刻意太注重 不过这个感觉主要还是看你 主要是这个男嘉宾 他离了婚的 是离异的 我需要再了解一下 这种确实离异的话 会牵扯到一些可能就是 前妻啊或者孩子啊 这些不要对这些 会比较麻烦 是要了解清楚 男嘉宾的态度让亲友团颇有看法 但却并没有影响女嘉宾对她的印象 接下来的深入了解 到底会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 还是会激发他们之间的矛盾呢 就是刚刚有聊到 你说你性格这块比较倔 这个倔就是 是怎样的一个倔 就是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比如说吵架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可能我知道我自己错了 我可能也就能这样 等着你来找我 都是这个样子吧 那你也跟你前妻也是这样吗 差不多吧 也差不多 这是比较有自己的想法 得武运以低头 现在小孩现在是谁在带呢 在 那你们平时交流多吗 不多 但是有交流 就是以核心就是 以孩子为核心嘛 男嘉宾的谈吐 就是还行 就是很稳重 就是说的每句话 就像是生死熟虑一样的 那你们为什么离婚呢 大方向的问题就是 性格啦 和三观嘛 会产生比较大的冲突点 可能甚至大到不可控 可能就要升级到 两方家庭 两方父母 都要来解决一个很小的事情 那在两个人的吵架过程中 你是属于那种脾气也很大的呢 还是说比较沉默 最初吵 后来呢相互吵 相互怼 再后来呢随便吵 再来后来你吵我怎么 那请问一下就是说 现在你对吵架 这方面有没有改进啊 有 不吵 不吵 我朋友她是那种 需要被人安慰的小女生 你现在就是还会 就是愿意哄吗 可能 不会说得那么好 也有可能做得不那么好 但是我愿意去尝试去做 去说 去改变 听了这么多 我方便问一下男嘉宾的 现在就是家庭状况 经济情况这些吗 因为毕竟还是要为她考虑考虑 离婚呢 我是属于净身出户 目前是没有房子 我在租房里住 但是买房子问题不大 在明年就会提倡日程 关于经济方面 房子在一块我不介意 因为我有房子 吵架不可能是一个人的问题 而且她离婚的时候 是净身出户嘛 一般情况来说 净身出户的话都是过错房 你是属于过错房吗 不是 是我不在乎的 我不是房子车子嘛 就都给她就是了 给孩子 等于就是给孩子嘛 这没什么好争的 从来没想过 也从来没有 就是家庭因为 什么房子啊车钱 我们吵嘴吵架 从来没有因为这方面 那你现在是怎么打算的 对于这个 就是随缘 两个字 随缘 好 我所理解的定义和标准 可能要遇到对的人 这些标准和定义 就都会 就不是标准 也不是定义了 只要是遇到那个对的人 只要是遇到对的人 你就是标准 对 女嘉宾给我的感觉 谈吐 有点像受过 专业教育的一样 总结和说话 都是很到位的 不像我这种 男嘉宾坦诚地分享了 前一段婚姻的故事 女嘉宾又是否能够 接受男嘉宾 目前的状况呢 我感觉她情绪很稳定 真的 情绪太稳定了 我感觉她太佛心地 吵架着一块 你觉得你能接受这种不 我个人是想要那种 有交流那种的 就是希望我们俩 就是离来 我完全吵完之后 解决了 然后就过去 我觉得她跟我有点像 吵架 吵到最后就是 谁都不说话 累了 把头相互一转 就等谁先看好 那这种的话 你觉得会不会和她 和她前妻那种情况 就很像呢 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嘛 你让我说一个未来的情况 那可能还是有点 不太知道 那你会不会觉得 她是一个很闷 很沉闷的人呢 我实际上我不觉得 她是一个很沉闷的人 因为她有她的责任在 三十多了 她肯定要去拼的 对 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还是比较在意 她个人的能力 对未来的规划这一块 尽管亲友团提出了 不少的顾虑 但女嘉宾对男嘉宾的印象 依然很不错 此时 两人之间的匹配指数 从初始的百分之八十 上升至了百分之九十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男嘉宾却提出了 这样的想法 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补肺丸提醒您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治保三边九 治疗肾亏肾虚十大病症 出货难题 重拾信心 购益疗程 嘉宾员多得一瓶 地址 重庆市杨家平步行街 交通银行旁 陆患堂中医馆 电话 40名 0238008 40名 0238008 老公 要补肾 老公 要补肾 老公 要补肾 要补肾 要生经 补肾就要补肾 经中华老字号 男人的治保 治保三边九 中华老字号 中亚牌 治保三边九 采用路边 海狗边 狗边 路红 海马 各界 人参等20位名贵药材 萃取制成 国药准刺OTC 经严格审批 明确具有 补血生经 健脑补肾的功能 治疗体质虚弱 神经衰弱 腰背酸痛 用脑过度 心血头晕 经济健忘 刺汗虚汗 胃寒失眠 面色苍白 继续实检 十大病症 一瓶药酒 刺中诛治功能 一瓶药酒 治疗十大病症 马上喝起来 身体强起来 男人喝好酒 治保三边九 治保三边九 治疗甚规甚虚 十大病症 出过难题 重拾信心 购义疗程 家议员多得一瓶 地址 重庆市杨家平步行街 交通银行堂 陆患堂中医馆 电话 四零零零零二三 八零零八 四零零零二三 八零零八 身亏身虚会怎样 力不从心 感觉身体被掏空 身亏身虚会怎样 胳膊腿发软 拿不起精神 干啥都觉得累 身亏身虚会怎样 健忘 刚刚还拿点手机 一会儿就忘记放在哪里 老了 中亚财质保三边酒 采用路边 海狗边 狗边 鹿虫 海马 河界 人参等二十位名贵药材 萃取制成 国药准刺OTC 经严格审批 明确具有 骨血生精 剑脑补肾的功能 降价了 降价了 药品降价了 中亚质保药业 九十周年大庆 质保三边酒 原价一百五十九元一瓶 现在直降一百元 只要五十九元一瓶 仅在分次特会活动期间 现在打进电话 订购医疗程 加一元可换购一瓶 加三元换购三瓶 质保三边酒 治疗甚亏甚虚十大病症 突破难题 重拾信心 购医疗程 加一元多得一瓶 地址 重庆市杨家平步行街 交通银行旁 陆患堂中医馆 电话 四零零零二三八零零八 四零零零二三八零零八 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补肺丸提醒您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关注老年人 守住老人 肺部健康防线 养无疾牌 中药补肺丸 每天两丸 补强肺功能 聊天呢 很健谈 小女孩子嘛 她也 应该比较活活开朗的 她是 应该是外向性的那种吧 我是这种 稍微内敛一些 整体她人肯定是不错的 我也很欣赏 她聊天这个风格 还有她的这个行业之类的 只是呢 就是 还是那句话 就是演员 主要是觉得演员没到 我也具体形容不上来 就是说 外形上面 你喜欢哪种类型呢 是罗里型的呢 小家必育型的呢 成熟的嘛 郁姐范儿的 是吧 郁姐嘛 我们俩看起来更 更像 感觉更像两代人 是吧 其实我记得前面 你跟我聊天的时候 也说过 到这个年纪 也经历过一次婚姻之后 那么再 面对感情的时候 其实你会有一些变化 那所以 在这个年纪 你要再寻觅身边人的时候 外形是不是 依旧是你看中的一点 三成的样子嘛 百分之三十嘛 那你自己的性格 你现在 自己也觉得 会比较的沉闷一点 那么你希望 你接下来的生活 是按照你自己的 性格的方式来生活 还是说 你也希望有一个人 能够在性格上 带动你一点 能让你生活得 更开心一点 更阳光一点 肯定是后者呀 肯定是后者 所以这也是 女嘉宾身上 你看到的一个优点 是的 那如果跟一个 你性格上面 欣赏的人在一起 也许他带给你的愉悦感 并且他的持久性 可能远比 他外貌上 对你的吸引 会来得更长久 是的 所以现在到目前为止 总体的感觉 除了演员上面 差一点感觉之外 其他的其实你 还是比较认可的 对吧 对 那么这个平衡 怎么去做 这个选择怎么去做 我觉得你要考虑 女嘉宾的外形 并没有 女嘉宾却对这一切 毫不拥 甚至主动邀请 一起散步 为什么 因为我对男嘉宾的出印象 还可以 我觉得没必要 就是说一定要让男生主动 女性要流流烈烈烈的样子 你是做电商这个派 对 我觉得你应该是那种很独立的 然后也是很有思想的一个女孩子 其实你描述的性格倔望 那不是倔 那叫原则 有一些有自己的一个性格和原则 其实这是挺好的 我对你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只是 只是 我比你大 比你大一些吧 然后感觉就像 看起来就像 我们像两代人一样 我是这样觉得 那你是不是觉得 我是属于那种不太成熟的类型 你是那种 就是外表看起来是那种小鸟一人的那种 可能我是 应该是个人的审美点 应该是偏欲解风格那种 就等于是两个风格 当然这是个人的一个欣赏角度 没有什么好与不好这一说 千万不要介意 我不介意 重庆人都很耿直 对就是 然后你这边也很耿直 看得出来 听到男嘉宾这样当面说的话 我心里还是有一点不舒服 因为首先 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 给人下一个定向的套子在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不礼貌的行为 其实我算比较欲解型的 但是看样子 外面可能看不出来 外貌可能看不出来 也只要接触的时间短 也没有加深了解 其实还是回到最初的一个演员 就是演员 是的 对 这个第一感觉很重要吗 我的表达相对直接一点 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处事风格 小文刚刚还是非常的主动 趁着这个天气好 主动邀约 男嘉宾一起出去散散步走一走 那这一段聊完了以后 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 标准的那个东北爷们好爽 大男子主义还是不够太成熟 先生都睡了嘛 应该是比较看重内在 像我现在的话都比较注重于内在 如果按照以前的要求来说的话 他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他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为什么呢 身高不够 不够帅气 那也就是说其实小文 你本来对于另外一半 在身高和外形上面的要求也很高 但是你觉得到了这个年龄之后 你自己都做了一些相应的调整 那现在反而被别人来挑剔 就这一点上你自己能不能接受 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不能接受 我觉得我肯定很漂亮 要身材有身材 要脸大有脸大 性格也好 我觉得反而他可能没有我肯定这么好 两人原本和谐的相处氛围 被演员的问题打破 两人之间的匹配指数 从聊天后的90%下降到了70% 男女嘉宾之间的关系 还有反转的可能吗 我觉得朋友她作为一个未婚的女士 还在这种对爱情美好的向往当中 但是没有想到在这种 已经离异的男士面前 已经是一个被贬低的状态了 这个也不对吧 谁说离过婚的人 难道自己就少个胳膊少个腿吗 也不是 感情上曾经失败过 也不是什么耻辱的事情 离过婚的男人就不能去挑剔未婚的女性 那更不是 不过我看在我们三个人 我们四个人聊的过程当中 旁边好像还有一些姐姐们 还有一些阿姨们 他们也在旁边 我们听听我们其他的路人们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怎么样 一个未婚的女性 如果对一个已婚的男性有好感 但是对方又可能有一些冷落 这种情况下 她是不是应该再继续去追求她自己的幸福 说这件没什么 因为那个是内在的东西是很重要的 不能光看外表 年轻人他走 还有一个三观一致 这个是后面去了解嘛 人生只有一次 这个选择很重要 选择对了 就可以走到一起 走进她的心里面就可以了 我觉得的话 比如说男孩子第一眼没有看上你的话 我都觉得没有必要继续谈下去 我是那种感觉 为什么呢 你第一眼都不好嘛 他怎么谈呢 谈不下去了嘛 第一眼不光是只有外在的嘛 还有一些性格呀 还有一些其他的呢 但是我也是一个女孩的妈妈 但是我都觉得 这样我觉得还是放弃 他们的建议都挺好的 毕竟一个人有个人的想法嘛 但是我也有自己的想法 有可能随着这个了解的深入 男性会发现女性身上有很多 他的性格 他的生活的这个亮点 优点 同样在以后也会吸引她 但如果女孩这个时候放弃了 她就没有办法让对方更多的了解自己了 第一印象是最重要的 你同意她刚刚的说法吗 我还是有点不同意 因为那个外表它不能代表全部 建议我觉得还是可以结束一段时间 再决定那个 你这种打击不是什么打击 那个就是秦深眼的处心事 原来像头了 那个就不存在了 他觉得你很美 那个有很美 那个要变的 两位阿姨站在长辈的角度 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 而就在此时 另外的两位年轻的女士 也加入到了讨论 她们又会给男女嘉宾怎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男的长得还挺帅的 然后女生也长得很乖巧 一段婚姻的话 还是要看缘分 看彼此的一个 相处的一个感觉很重要 然后如果说你只能看那个 就是美貌的话 我觉得有可能会错过呀那些 我觉得还是要相处一下 然后给彼此一个机会 还是两个人坐在一起 吃顿饭呀看个电影啊 再聊一下比较好 如果说我作为这个女嘉宾的话 我可能的做法就是 你不聊我我也不聊你 对吧 这个世界这么大这么多人 其实我以前也相过去码 我觉得第一眼很重要 但是这个人的人品 这个人的相处三观更重要 如果说连第一眼你也过不了 我也过不了就算了呗 非常感谢啊 然后我们今天也非常幸运 能够碰到各个不同年龄阶段的 这个女性啊 大家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一句话叫做三个 臭皮匠 叫顶个诸葛亮 今天咱们这儿一下子 得有两个诸葛亮了 谢谢你们的建议 那么对于大家说到不同的看法 二位呢 你们自己也可以再思考一下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路人们给出的建议 究竟又会不会让两人之间的关系 出现反转呢 我呢就为我刚刚的一个草率的决定 就是向您道个歉也解释一下 刚才几位姐姐和阿姨的聊天 我有认真地去听 就是我愿意去了解一个人的内心 改天嘛 或者定在周末 然后开车来接你 我们在周边交游 再聊聊天 那天有时间就去吧 好 待定 在后面聊天过程中嘛 她主动表达了 谦意说那个行为不恰当 我觉得她还是一个很有担当的 一个男生 最起码这个行为 让我看到了她的担当 我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爱好 不专业 就是也喜欢拍拍照 周末可以交游的话 你也可以穿一些 就是比较有特色的服装 然后我也尝试给你拍一些照 或者你指导一下我怎么拍 我觉得女孩子拍照 肯定天赋上就比男的要高得多 刚才可能我说话也有点直 会不会 你会不会有那种被冒犯的想法 没有 我还是喜欢直爽一点 我俩单独聊天的时候 要缓和很多 也聊了一些兴趣爱好 还有一些共同点吧 要打消了最初的一些尴尬和冷场 离过婚吧 有孩子 不知道你在这方面 就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因为我是未婚嘛 所以我对婚姻和爱情 是有一定的憧憬在里面的 因为毕竟你们已经出了城嘛 对城内的风景已经看过了 而我还在城外 想进去 但是我还是更看重这个人的 人性 能力 还有三观这一块 我觉得这才是最主要的 对的 男嘉宾的道歉和邀约 让两人的聊天气氛和谐了不少 此时的匹配指数 也从之前的70% 回升到了80% 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补肺丸提醒您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立东进补 来年打虎 立东了 老年人要进补 咱老年人的肺 和咱们一样 老了肺功能变差 更需要好好补补 天一朗了 这老曼芝老可喘 可就难过 是时候该补补肺了 养无几补肺完 帮你补强肺功能 老年人的肺 老曼芝的肺 老可喘的肺 立东都要补一补哟 立东开始补肺 补肺示范补肺 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补肺丸提醒您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本节目由OTC国药准字号 福禄康牌熊胆粉冠名播出 福禄康牌熊胆粉 有治疗功效的熊胆粉 对刚好 长距会咽喉痛 用 对刚好 眼睛肿 眼睛痛 用OTC国药 福禄康牌熊胆粉 对刚好 刚好有福了 有福有路有健康 福禄康牌熊胆粉 为了让你们最后在选择之前 能够对对方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所以我现在要打断你们的聊天 为你们准备了一个爱情囊和的环节 那这个里面呢有一些可能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一些话题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话题的快问快答 能够让你们更多的去了解对方好不好 那我们每个人都来抽一下 看一下我们抽到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让女士优先 我问抽到这个问题是两个人在一起 什么最重要的 开心最重要 开心最重要 对 因为人生不过三百来天 三千来天 因为人生不过三万多天 没有什么比开心最重要的 那什么才会让你开心呢 蓝天白云 然后大自然 所以就是想走出去 对 旅游 多旅游 但是一个人旅游呢 还是能够有爱人陪你旅游 你觉得会更开心 我觉得一家子旅游更开心 带着小孩一起 对对对 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理解和包容 他指的是开心最重要 其实这个无可厚非 没有对与错 可能是我经历的要比他多一些 所以我更觉得理解和包容更重要一些 男嘉宾呢 你的答案呢 什么两个人在一起 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你认为 平平淡淡 就是在生活当中 不想有任何的波澜 有两点一线的上班下班 一起做做饭或者偶尔出去玩一玩逛逛街 可能也就是简单吧 凡事越简单越好 生活需要一点激情才能推动下去嘛 但是他好像经历了很多了 他已经就想要很平淡 就感觉他现在对生活已经没有激情了 就感觉很佛性很佛性 眼看男女嘉宾对于彼此的好感逐步增加 但盲盒的问题却再次暴露了两人之间的矛盾 难道他们的约会会再次出现反转吗 好 男嘉宾抽到的问题是 如果双方吵架到底谁错谁道歉 还是说男生会先道歉 咱们先听听男生会怎么回答 还是要先道歉 那如果凡事都是由你道歉 那你们两个人之间就还有对错吗 女孩子最讨厌的一点就是讲道理 如果要是争论你对或者我对 你错我错 那其实还是讲道理 所以说还是放低姿态先道歉 感觉你很无奈 对 你这无奈咬着牙也得先道歉 道歉等他这个情绪平稳了缓和了 可以尝试着只能说尝试着再去讲一下这个道理 当然也未必行得通 反正就降低身段嘛 那如果这样长此以往 你会觉得你的道歉其实它就是一种形式 嗯 会 但是又有什么办法 又有什么办法 感觉你受到了很大的压迫啊 可是你越是这样说我会越觉得你的心里边可能并不是这么想的 肯定的肯定不是这样想的 为什么要去勉强自己 就是在上一段婚姻当中我就是做的自己 嗯 结果就是失败 那言下之意就是你觉得其实女孩都是一样的 嗯 要哄 嗯 相对的话我还是希望男生先道歉 因为女生毕竟是感性的 所以那如果说明显这个事情是你的错 男方鲜血地道歉了 你会怎么做呢 给个台阶下 对 给台阶下 就这个样子 两人在处理矛盾的态度上想法一致 接下来的问题又是否能够让两人找到更多的共同点呢 好 我们抽到的问题是未来的经济大权归谁 重庆女孩子嘛 哪有不管钱的 没有吗 没有 我朋友 我周围的朋友都是管钱的 虽然这个是约定俗成的 但是能不能告诉我们 这个逻辑理由是什么 嗯 管钱嘛 因为女性要衣食住行嘛 这些基本上都是女方来操心嘛 嗯 男嘉宾呢 嗯 你希望未来的经济大权归谁 归她 我 为什么呢 懒得操心 我多问一句哈 你的这种想法是因为生活在重庆 你才这样想的 不是 还是说你在老家的时候会这样想 也不是 我懒得操心 这种事情我真的懒得操心 我只想做好一件事 嗯 就是上班见客户赚钱就够了 嗯 关于经济大权这个问题呢 我感觉她愿意交出来 就是说她怕麻烦 并不是说想给女生一个安全感 我觉得她没有太表露自己 你也可以多接触一下 去了解一下她的朋友 家人亲戚这些 就是一个更完整的她 人嘛也不可能就这么短短的时间 也不可能了解全面 可以多了解一下 不过呢就是她给我的感觉就是 可能是因为已经经历过一次婚姻了 然后她现在对感情 不是一个很积极上心的态度 对 有一点我感觉 我也感觉到她 感觉就有点破门子破摔的感觉 是的 就是太佛适了 对感情这种 这方面感觉就是让人觉得很丧 就是起不起兴趣那种 就没有那种重来起一颗 就是想要去过一段生活呀 或者保护一个女生 对一个女生好那种 不过当然最终的选择都在你嘛 你要是喜欢的话 愿意的话也可以进行了解 男女嘉宾的三观有相同也有分歧 经过了再次的深入了解 她们之间的匹配指数 从盲盒环节前的80%下降到了60% 女嘉宾对爱情满是憧憬 而男嘉宾却已云淡风轻 两人扑朔迷离的感情 到底又该如何收场呢 好 两位啊 经过了今天一整天的相处 那么也有那么多热心的 我们的那么多阿姨和姐姐 也给到了大家相应的建议 再加上的爱情盲盒 让你们对对方有了更深的了解 那么带着这样的一些了解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 今天最后的这个选择的环节 在选择之前我想先问一下 双方还有没有话想要问对方的 或者有没有话想对对方说的 没有 基本都聊完了 好 那大家如果是没有特别想说的 那我也现在不太能知道 你们现在此刻的想法 所以我们最后来一个双向的奔赴 双向选择 请二位待会儿呢背对背而战 那如果说你们愿意选择对方 跟对方从朋友开始做起 就请为对方转身 如果不愿意的话就可以离开了 我们看一下最后双方的选择吧 整体她人肯定是不错的 很欣赏她聊天这个风格 还有她的这个行业之类的 只是说一切都随缘 她还是比较的稳壮成熟 我也感觉到她后门前后摔的感觉 好了 最后看一下双方会做什么选择呢 三 二 一 请选择 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补肺丸提醒您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立东进补 来您打虎 立东了 老年人要进补 咱老年人的肺和咱们一样 老了肺功能变差 更需要好好补补 天一冷了 这老慢之老可传 可就难过 是时候该补补肺了 要无几补肺丸 帮你补强肺功能 老年人 老慢之的肺 老推串 立东都要补一补哦 立东开始补肺 补肺示范补肺 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补肺丸提醒您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本人游戏 我来等你 关注老年人 守住老人肺部健康防线 养物集盘中药补肺丸 每天两丸 补强肺功能 三二一 电话 当然你也可以到龙湖 新一场二楼 反而游戏 线下 互联服务中心来 直接报名 好了 爱情靠争取 我也不放弃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